法国球星向51岁女友求婚遭剧,这一段母子恋走到尽头,问据报道,51岁燕星帕米拉安德森拒绝了世界杯冠军中尉阿比尔·拉米的求婚,这对情侣交往了一年多,在帮助自己的国家,在俄罗斯获得世界杯冠军后,32岁的拉米相比自己大19岁的燕星提出了求婚,帕米拉是知名的美国燕星,曾登上花华公子封面, 因为现在,她正准备离开,她和拉米在法国的家,而拉米向她送了卡蒂亚结婚戒指,她也已经还给了拉米的长子布兰登,据英国媒体《太阳报》的报道,帕米拉之所以和拉米分手,是因为她认为她的存在成了拉米与她孩子之间的障碍,拉米和帕米拉交往后,就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她的孩子, 因此,她离开拉米是为了让拉米全心地照顾她的两个孩子,报道还趁,帕米拉希望拉米和孩子的生母重新复合,这样让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,对孩子更好,如果这是真的,那么帕米拉对拉米的爱是伟大的,祝福他们二人都找到更好的归宿。 。